大型呼吁话剧《永远的银选宴》 3月19日在玉园的一栋老洋房内 举行了组建开排仪式 银选宴之父白仙勇携男主角胡歌 以及梁伟平黄浩等几位重要男性角色率先亮相 又为男演员一字排开 恰似上海男人的代表 最后银选宴千赋万万使出来 黄丽雅的名字对大家而言颇为陌生 但穿着张书平设计的一衣白色旗袍 真正是白仙勇笔下的靴尖水蛇腰 回眸一笑中又有几分妩媚 无论是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姚伟 还是《玉清扫》中的杨慧珊 都是白仙勇清点的女主角 那时候我的想法是 因为我写小说都是以女主角为主 大部分 如果那个角选得要对 那个剧就成功了一半 所以那时候我跟电影公司签约的时候 我以为这是我的电影 所以我上面有一条说 女主角不得同 援助同意不可开盘 电影公司都找最红的吧 最当红的 不管你形象对不对 哪个红哪个眼 我就跟他说 我说只要形象对了 我反过来 我跟那个电影老板说 谁演谁红 后来姚伟演这个大红 这次对于《名不见经传》的黄丽雅 白仙勇也很有信心地表示 我的银血艳谁演谁红 看看新闻网 王健慧是一辰上海报导